男人收到一份日入十万的工作 十个小时内将游乐园打扫干净 就能得到这笔报酬 可这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 丧彪交代完工作之后 转身就把肛门锁上 强哥换上小熊制服 并将手表定时 开始了他的工作 可当他收拾桌子的垃圾时 背后的玩偶居然开始动起来 当强哥转过身 那些玩偶又再次停下动作 因为他的眼中只有十万美刀 但面对吓唬自己的玩意 他绝对不会不息 酷痴就是一下 见到没反应的鞍唇 酷痴又来几下 这把鸟人直接惹怒了 向他口吐国粹 朝着强哥就发起攻击 可强哥也不是好惹的 但他的脸直接被划破 看见自己的爵士美颜没了 生气的强哥 直接把木头折成两半 使出一套中国版双截棍 把鸟人打得找不到东南 再来一招猴子偷逃 随后朝着他的鸟头猛砸 谁要阻止自己赚取马内 下场只能是隐恨稀的 接着贴上帅气的窗壳贴 把这该死的鸭子 直接用麻袋装上 想要出去丢垃圾 却发现门居然被反锁 见到十个小时就快要到了 强哥来到厕所天花板的总统套房 并且一点都不马虎地清洗起来 从马桶的抛光的手艺来看 这没有十分也有十一分 但强哥又听到动静 出去一看居然网友开启party 生气的强哥直接把店员关掉 可他准备回去继续扫厕所时 自己刚洗的厕所又被人弄脏 这一次他要找出那个搞怪的人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出现意外 男人一脚踹开厕所门 但他并不是要上厕所 而是要找出恶作剧自己的人 接着一只比猴子还大的猩猩 窜出 和强哥跳起了拉丁舞 只和女人跳舞的强哥一下子接受不了 对着他就是一顿爆锤 可这力道却赶不上一只 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成年沸沸 直接被他一把拖进厕所里 小可爱刚想打开门 强哥拿出一个成年版的奶嘴 朝着他的臭味扑鼻的香嘴按去 直接让猩猩吃了豪华粪池套餐 接着强哥又是一个过肩摔 一把按在尿坑 随后又是一脚 把小可爱刚吃的黄金巧克力 全部都吐出来 这场面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真绝 这一次强哥又解决一个小卡拉 转身看向正在盯着自己的玩偶 内心一万句 你有种过来的台词 然后从冰箱拿出一瓶冰镇的烧酒 一口直接闷下去 而此时外面有一群精神小伙 拿着82年汽油朝着强哥的房子倒 但小美察觉到正在里面扫厕所的男人 让他赶紧出来 可强哥根本不鸟他们 因为自己只要在十个小时内 把厕所洗干净 就能获得十万美刀 但小美为了让他出来 决定亲自进去 他正在雪狗爬石 按出一双眼睛正盯着他 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出现意外 一只刚满一个月的成年鳄鱼 正跟在他屁股后面 接着一声尖叫 强哥捡起地上的树叶 下一秒女孩直接掉到他的身上 萝莉的味道丝毫不感兴趣 但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男人正在看演出 接着背后的玩偶朝着他的肚子 酷吃就是一下 这一幕让在场的人瞬间哑巴呆住 刚刚他们才从楼顶掉下来 而现在居然出现一只玩具人 并且对他们发起攻击 另一边跑出来的小伙伴 直接打电话给弗波勒 听到动静的强哥制止了 正在向小美发起攻击的玩偶 随后酷吃几下把他送去西北 这一幕让一边的小美更加懵逼 他们原来想烧掉这个游乐园 因为之前这里出现一场事故 并且通过仪式将自己的灵魂 寄居在玩偶身上 而几天前强哥因为车子故障 并且身上没有现金 所以他来到这里赚群马内 却遇上这群黄毛小子 可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比怪物还狠 小美听到伙伴求救 强哥直接一脚踹开门 看见正在吃大餐的鳄鱼怪 上去就是给他一个过肩栓 一旁的小美直接被眼前的男人折服了 巴唧几下把小可爱的嘴巴掰开 直接送他去东南 而他刚解决一个小卡拉 眼前又出现两只小可爱 酷痴就是一下 把他送去西北 等他准备出去时 佛波勒却拿着枪指着他 把强哥当成凶手 听到已经五个人领盒饭的女佛波勒 十分伤心 于是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但此时强哥的背后又出现一只小可爱 还走出来一个金发小姐姐 强哥最恨这种送人头的家伙 面对两只小怪物 咔咔一会就解决完 接着又开始打扫卫生 看见谨慎的玩偶强哥一点也不锁 回去就是喝着小酒玩着游戏 跳着小舞 见到没事出来的强哥 女佛波勒也是有点懵逼 他拿起枪把他带到玩偶里面 让玩偶出来把男人解决了 可下一秒 刚喝完小酒的强哥一点也没事 拿出木棍 和他展开了大战 拖着麻袋 就是给他一顿暴揍 很快玩偶怪就领了盒饭 而强哥也顺利地打扫干净 拿到了应有的马内 走出去 却又遇上了离开的小美 而强哥的勇敢 也捕获了他的芳心 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 因为不到最后 谁是赢家也不知道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